SON OF BITS BUDGING FUCK THIS SHIT 账不账 FUCK THIS SHIT 账不账 FUCK은 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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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官委会表决确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杜杀死难者国家攻击日 随后呢 随着这个反日情绪的高潮 一个叫做人民的微博也跟着高潮了 当即宣布了人民网自主研发的爱国主义游戏打鬼子震撼上线 这是一款全新的FPS游戏 采用了自主研发的物理引擎 角色AI和枪械系统 最他妈可贵的是中华脊梁一生疯狂 绝不吵醒CF 游戏设立了14个世界boss 个个都十恶不赦 一等下流 虽然没有奖励也没有掉落 但这是一个免费的爱国机会了 对不对 咱们赶紧来感受熏陶一下 你看 有没有更恨小日本的呀 是不是更加爱国的呀 那你还不如回家卢管 这种光明正大集体队的日本人打手枪 还给你全国排名的事情 你呀这辈子还能有其他机会吗 这样一说 人民网还是办了一些大事事 对不对 你想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官方喉舌 服务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媒体 面对家仇国恨和日本右翼势力的警匹 毅然而然的挺身而出 给大家做了个这么又黄又暴力的小人 让全国人民可以一起 包子杀 包子罗 这是什么样的大无畏啊 这数字 这觉悟不是最亲密的战友 是压根没有办法理解的呀 嘿 这个feel bear 爽 由来只怕 鲁商生 不知自强 靠手枪 懂不懂 以后看到那个直插云霄的总部大楼 你还体会不到民族的雄起吗 还忍得住满腔的热火吗 还不默默支起小帐篷 每天晚上更努力的打日本吗 这良苦用心 一般人哪里懂啊 嘿 你要说了 你压着不是胡闹吗 有空打鬼子干嘛不打贪官去 嘿 还别说 作为完整的产品线布局 人家还真的推出过打贪官的游戏 类似打地鼠的玩法 只不过呢 你玩到后面就会发现 这贪官居然是越打越多了 一码根本就打不过来 游戏难度比起打鬼子要大得多了 嘿 这里面的内涵 又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呢 近日啊 有网友爆尿说 北京三里屯一家时尚最土豪的网吧 因为手续不全 被暂时停业整顿了 嘿 什么叫土豪 What the god 一水的两万五一套的外星人电脑 而且收费 那叫一个丧心病狂 去江湖传言 要想进这儿上网 请先冲五百 先冲五千 每小时六十九元 你要冲一万 还可以带个朋友 你要是想在网吧五连座开黑啊 嘿嘿嘿 至少先冲五万块钱 什么 你说让不让包烟 有没有豪华VIP单街 有没有性感女仆妹子陪你玩 嘿我告诉你 什么都没有 只有免费的白开水和热毛巾 你要问为何这么屌 嘿 开在三里屯的店 能搞这么土别的服务吗 三里屯什么地方 论逼格 仅次于我大五四路的地方 无论什么店 只要敢开在三里屯 只能走高端路线 你看 你可以用最土豪的电脑 优雅的聊QQ 逗地主 连连看 还有宽敞明亮的全开放环境 方便客人 装逼亮骚 光是坐在这里 就半有面子 这种土豪的心态 哇操 你们这些图片能够理解吗 据说啊 这家店的五个老板 都是英国知名的大学海归 不过呢 说起来也是惨 自从开业以来 几乎没人入会 每个月的营业额 还不够交房租呢 嘿不是我说啊 一百个几台土豪电脑 就真把自己当网吧界的 SCC俱乐部了 我还当你是开专卖店了呢 真土豪 谁还去网吧呀 出了起五千来上网的人 还买不起外星人吗 结果人家老板说了 第一次开网吧 没经验 也没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做中国 最好的电竞俱乐部 我操嘞 你这么说 我就更来气了呀 你说哪个电竞队伍 是砸钱在总浮夸的地方 装逼装出来的 最牛逼的电竞选手 那都是格子尖里面 磨出来的呀 就像最有名的弯道车手 都是从豆腐店里面出来的 这个道理你都不懂 羊奶粉吃多了 人傻钱多 逼格高 不去炒楼炒比特币 居然你马猫都开网吧 这么屌丝的想法 然后生意太差了 下不了台了是吧 只好说 哎呀 我是搞电竞的 简直屌丝 尽在1773手机客户端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魔兽世界美福论坛上的一个妹子 最近分享了一个神奇的故事 说啊 这个妹子的男票 理查德 那也是一条好汉 曾经加入了美国海军 虽然他没有干过 萨达姆头上打飞机 本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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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拉登动里打 本拉登 本拉登动里打 本拉登动里 好吧 虽然他没有干过 萨达姆头上打飞机 本拉登动里斗地主 这样的大事 但好歹也是个 狂霸酷炫的核物理工程师 直到他的膝盖 中了一件 一次事故 这货居然失忆了 为此呢 也是想尽一切办法 结果从老妈的黑暗料理 到卧室的咸鱼 袜子 喂 都没法唤醒他那不堪回首的往事 最后没有办法了 果断放弃治疗 找了现在的妹子 开始新的人生 但是俗话说的好 人生如床戏 岁月如梦里 直到他们开始玩魔兽世界 一切都他妈变了呀 有一天 理查德做了一个梦 居然梦见 以前用过的账号和密码 记起了游戏里的地名 还记起了他 既旧老爷 三一夫的表妹 从此一泄千里 一发不可收拾的呀 密码记忆开始恢复了 卧槽 简直是感动美国 满满的正能量了 什么 谁说是炒作 这样屌霸的事情 要是发生在我潮 不用说 绝必是游戏公司的炒作 对吧 不过呢 鉴于这是一个 没有十大作者的国家 所以呢 我还是很愿意 怀着善良的心 相信你 如果有一天 我失忆了 请带我去见苍老师 我想大概只有 他温暖的胸怀 才能唤起我 青涩的青春记忆了呢 爱游戏 爱意记忆记忆